关键一把香水的红蝶啊 目前87.24这些红蝶啊 策划打开蝶榜一看 前十红蝶胜胜率超过80%的有六个 勘探教授小女孩加拥兵 蛮不错的这阵容 你别说这阵容蛮不错的 这阵容我觉得上线很高 下线其实也不低啊 小女孩现在改过了 她也不会对吧 作为一个第二屠夫出现了 所以说整体上来讲 就如果说上来击打得快了呢 红蝶能保平有机会增胜 但增胜的面也不是很特别大 这阵容我觉得我很看好这个阵容 我觉得这把香水不好打 真不好打呀 你想教授不好抓吧 这教授是不是很难抓 勘探小女孩有一定的自保能力 这把抓教授我感觉走远了 这教授飞轮带壳 捡个碟想断你 那这边先得骗壳 哎呦我去 这给弹上了 不是这刀都出完了 那为什么这这波弹上了呀 飞过来跟这里的话 教授有飞轮 隔窗刀打中 这个闪现敢不敢交 翻闪飞轮漂亮 但是很可惜的是 这边没有接下来的一个交互点了 它不是一个紧密的交互点 所以我觉得红蝶这波应该是想清楚的 你就算 哎交了这个飞轮 你也不可能说这个飞轮 然后往回翻吧 应该是翻不回来的吧 他这个飞轮只能往前走呀 你第一时间要叫飞轮只能往前 往前了以后你回头也是吃刀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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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技朵比我想象当中的要快一点啊 你马鸡的话确实也不够 红蝶宝平真剩的一个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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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红蝶 教授还有二六的可能性 教授还有二六的可能性 这波打一刀 教授就下来以后 壳的CD是不是好的 我是不是可以打一波 我这波打不了 没遛起来 我还有下一波呢 这波我是一个单壳 下一波我是一个 可能飞轮加壳 能六嘛最好 不行嘛就算了 对吧 下一波我飞轮加壳 队友一定会来救我的 你别说这个局真有私人开门战的面 你看 现在勘探员过来救人 外面佣兵一台机子 小女孩一台机子 两台机子 是不是 这把抓教授 真的红蝶是很难去抓教授的 这种单刀行间观者抓教授 叫苦连天 很苦的 真很苦的 这边红蝶 管了一波佣兵的机子 那这样的话 他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击倒这个教授挂飞 但是勘探员这边是可以顶一波数字三连的 先吸一轮 先用壳脱对吧 我有壳 壳脱了 我还有飞轮 红蝶这里的话 这一刀就想赌一手 左边的堵成功 留给红蝶的时间不多了 哎呦 我说的有没有问题 这这阵容打红蝶强不强 哎呦我去 用冰带机子60多 哎呦飞轮 哎呦 好难啊 真的很难 哎 摸头 两个人 飞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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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 哎呦打中的 再打密码机 晾了 晾了 教授20秒 哎一刀 但是勘探员还想搞事情 勘探员搞事情可以搞可以搞可以搞 但是搞完如果自己走不了 好 那红蝶 保下这个平局 甚至有没有可能挂飞教授以后我管一波门 这个佣兵现在刚在点门 小女孩这里这个位置先捡个壳 红蝶应该是确保这个平局了 应该也不想再打了 这局打的真的太累了 呃 刚才没说完啊 这看待员可以去打一波架 但看待员打架的前提是什么呢 他需要有两块磁铁 他需要两块磁铁 一块打架 一块自保 但是他如果只剩一块磁铁的话不太好弄 这里傭兵先蹲着 不会吧 你们还想 这个没必要 这个一定是走了的 再过来就佣兵手里只剩一个护臂 红蝶待会就传送了四十多秒以后 不可能让你们走三个的 不要想了 想多了 这真想多了 这小女孩乱 这小女孩是个半血 要不把这小女孩状态补起来 补满还行 要不然这小女孩出不来 这波说实话 我觉得穷者这边 佣兵真的想多了 这个完全没有任何必要 想走地窖 有可能 对对对 他应该不是要救人 他是要走地窖 多一个地窖分 你们还是厉害呀 看来我排位还是打得太少 好啊 quindi unsere沉害